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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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5月14號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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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看盤 大阪今天中場下跌39點 OTC上漲 好朋友 OTC是上漲的 上漲0.39點 這個上面是一個OTC的走勢 今天雖然說一開始的時候打很深 不過呢 不過這個下影線拉的 非常的長 甚至什麼 甚至它看起來有點像什麼 一根火柴棒對不對 一根火柴棒 一根小火柴有時候會燃起一片天 當然指數破壞的太厲害了 先不用對它抱著太大的期待 不過呢 不過 我現在就多方的股票來說 整個指數這邊 甚至說盤勢這邊 最恐慌的時候應該是今天這個地方結束了 再來呢 再來 有前景的 它就會開始往上走 沒前景的 在那邊鬼混的 它可能就繼續在那邊混來混去 所以同朋友 我相信 就今天這個走法 這個你昨天應該知道了吧 同朋友 昨天就算你沒看節目 昨天我已經想說今天一根下去 可能就到了喔 甚至昨天晚上在很恐慌的時候 同朋友其實我相信這個 這是我的Light 生活圈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裡面 我也不知道昨天的10點47分 你是不是已經休息了 那昨天10點47分的時候 晚上 每股是跌了500多點 老朋友你看到這跌500多點會怎麼樣 啊 死定啊 好慘啊 對不對 今天準備崩盤 老朋友 如果別人 很多人跟你講崩盤對不對 老朋友 昨天晚上這個時候 應該很多人跟你講崩盤吧 啊 死定啊 對不對怎麼樣 我如果跟別人一樣的話 那我的價值在哪裡啊 全部人都知道明天應該會再一根 這很清楚嘛 因為跌500多了嘛 明天應該就再打一根 但是呢 但是我下一句說什麼 有時候股市就是這樣妙 散戶瘋狂停損 往往結果會是另外一個方向 老朋友 今天早上能不能停損啊 散戶瘋狂停損 往往結果會是另外一個方向 多空股會各走各的啦 大阪指數不能到我收股啦 明天真的來已經看 留下誰的意思啊 有沒有 這是昨天晚上看 跌500多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不是跌500多 跌617 有沒有 我像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過 盤轉弱對不對 盤轉弱了嘛 那你要做什麼 對 你持股要降低一點嘛 你破線的話你要先停損嘛 你空單你要避險嘛 如果說你什麼都沒做的話 你看到這種狀況 你一定下半死嘛 對不對 再這樣如果說有些看不懂的 給你恐嚇一下 你可能早上都出光了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亂看啦 會不會你以為考上分裂師 每個都操作股票很厲害啊 會不會是這樣子嗎 考牌很簡單啦 你只要願意讀書 都可以考得上啦 去補習就可以了啦 補習啦 補兩次的應該就對了啦 如果說你有心要考的話 考牌很簡單啦 操作很難啦 操作的賺錢更難啦 會不會其實重點 就在這個東西而已啦 就是你要怎麼做啦 那這麼做的話就是 你的思考邏輯 你要怎麼去看這個市場 你的思考邏輯 要怎麼樣去跟大戶站在同一邊啊 不是跟散戶站在同一邊啊 你跟散戶站在同一邊啊 你跟散戶站在同一邊的話 就是今天下的半死 搞完股票全部清掉而已啊 那不是 所以你手中那些Lite啊 有沒有 你加很多老色Lite對不對 拜託你先看一下啦 早上不是跟你講 什麼要死啊 你拔丟他怎樣怎樣怎樣 那都不用看了啦 那都不用看了啦 拜託一下好不好 那看賠錢的 那你會賺錢喔 之前節目該講我都說了嘛 那我說中國反應那部分 台股昨天盤就在反應了嘛 國際盤他也在今天順勢再一根嘛 順勢再一根嘛 再一根下去 反向思考嘛 同朋友 我跟你說這一根順勢下去 你得來反向思考啊 幹不是 對啊不是強反彈啦 不然來東方去之谷啦 看來力道啦 何時從來都換回道啊 啊每次大破壞後 就基本上大盤清晰坦各不一樣 不是每次都這樣子嗎 大家都這樣嘛 所以同朋友 價值好不好 價值 價值 你看老實要看他的價值 這上禮拜講 放空他嘛 那不是 同朋友 你看這你不知道哪有價值 這怎麼一個數字161 一個數字161啊 不是在這邊嗎 同朋友 你要找你也找得到 那數字161嘛 高點就161嘛 投信買一缸子 看最近投信買 誰買很多嘛 雙紅啊 小紅啊 講了幾天 我先補掉 同朋友 我先把他補掉 你看這個抗訊 我這旗子目前收戀 旗子目前跌幅收戀白臉內 三二四雙紅空男的 盤下表現會不會補 有沒有 這是8.59分 全部的學員 他們是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開盤開低 我就知道要補了 你聽我的意思嗎 開半開假 但是要補了 窮扣墨嘴開低 就是要補了 是8.59分 不是說 拉到盤上了 翻紅了 趕快補掉 不是這樣啦 就是你要有規劃 這是一氣呵成的東西 一氣呵成的東西 就是這根下去 就要反向思考 所以你空蛋就是要先怎麼樣 先把它補掉 今天大家先補起來 早上一開怎麼樣 開在1.15 1.14是不是 一開我還開始往下掉 同朋友 再來呢 今天好像收120 今天漲2塊嘛 收120 同朋友 差8千塊 開半補起來 補起來後面 說我屁事啊 最恐慌的時候就過了 就早盤那時候 就把它補起來 8.59分 沒有錯嘛 所以空單先把它補起來 那我們在之前節目 除了跟大家講 松懷跟大家提到什麼 大哥的股票 大哥的股票 大哥在顧嘛 大哥不在顧月線 大哥在顧他的成本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 大哥在顧他的成本 他成本上禮拜 你有空自己去看節目的重播 這5月9號講的嘛 第一名買什麼 買富邦Vis嘛 然後買什麼 買台灣50.1嘛 但很奇怪 怎麼中間夾了一個核心 收盤13.1 怎麼那麼奇怪 有沒有 第一季不是賺0.32嗎 4月份有掉下一點 沒錯啦 3月份 4月跟3月的營收 4月份有稍微掉一點 5月如果再上去呢 如果5月再上去呢 上去 上去 我昨天說什麼 有跌沒錯啦 有沒有它有跌啦 但是呢 但是你要從上禮拜開始算嘛 因為上禮拜四 是禮拜四往下掉啊對不對 禮拜四禮拜五到禮拜一 是 不管 大盤還是OTC 或者說一些股票都是什麼樣 都是禮拜四禮拜五到昨天禮拜一 都是整個往下掉的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 低點破地高點不夠高 但他昨天 他沒破 對不對 他沒有破嘛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他沒有破 有跌沒錯啦 沒有破啦 沒有破禮拜四的低點啦 那為什麼 人家破了禮拜四的低點 為什麼他沒有破 為什麼 你要不要稍微想一下 為什麼 大盤已經破下去了 ODC也破下去了 一大堆股票都破下去了 他怎麼沒有破 沒有破 今天13.4 有沒有 今天13.4 你後面就看他表演嘛 有沒有 股價會搶一定還有一個 一定有他的理由啦 只是這個理由 可能在當下你不知道 到後面你可能就知道了啦 早上天上 報告他就會寫 你就知道了啦 但等到那時候 誰知道多少錢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 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又不是跟你唬爛 就跟你說他在顧他成本 成本我們上禮拜 也跟他分析過不是嗎 所以 繼續的看下去吧 好不好 就繼續看下去嘛 反正就拉低 你不要跟我說 老師我停損 你停完這邊 差一塊多耶 差快一層 不要鬧好不好 12.3513 這差一聲耶 你不要鬧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說你 早上都受不了 都堵住了 堵住了我就沒辦法啊 摳訊袋子嘛 好不好 昨天跟大家提的 就這個啦 原相今天長什麼 原相今天長什麼 就長這個東西嘛 原相還能長什麼 就長這個啊 藍牙耳機啊 當然我不是買原相 原相我們做兩次啊 做兩次啊 上禮拜跟上禮拜都做兩次啊 我們現在手中是這個啦 一樣啦 同樣的題材啦 藍牙耳機的啦 今天啊今天震一下啦 線型也沒壞啊 線型漂亮啊 也是紅K啦 這個應該弄一弄 應該會再往上走吧 好不好 所以同朋友我們做個結論 做個結論 我相信該講的都講 在最恐慌的時候 從昨天晚上 你看到美股跌500多 到早上跌600多 我是不知道你怎麼想啦 但是 同朋友 你有沒有覺得 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我不太會去講一些什麼廢話 或是什麼 每天貼什麼啊 強勢股啊 貼一堆十一二十隻 弱勢股貼一堆十一二十隻 或是什麼 掌電板貼貼貼都我的 同朋友 做那種事情沒什麼意義啦 你學員所說都沒有 大宋人的啊 嘴炮老師沒有用啦 會賺錢的其實就是少數的 同朋友 股票市場會賺錢的 永遠就是少數人啦 其實我很清楚這個道理 所以你搞了一大堆散戶 其實 那沒什麼好 你聽我的是什麼 炭姐永遠就是這少數人 我也只是想帶這少數人 帶這些人 可以賺錢就好了 你搞一堆人 你有聽過一大堆散戶可以賺錢的 很少啦 所以呢 所以同朋友 不是說什麼我懶惰什麼 有時候LINE的不發文 關鍵的時候 我該告訴你 我就告訴你了啦 其他那些時候廢話 你看別老師看那麼耍活氣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不想講太多了 那關鍵時候告訴你 請問夠不夠關鍵 同朋友 夠不夠關鍵 跟你說反向思考 如果說你有做棋子的 早上看下去 考慮賺翻的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看盤的邏輯一個思考方法 跟大戶站在同一邊的思考方法 其他就是什麼 就是我要跟大家示範的一個操作方法 你有操作的方法就會有 貨鏈內就會有下一次 股票市場不怕賠錢 怕沒有賺回能力而已 那你要怎麼有賺回能力 其實就是你要有操作方法 以及怎麼樣 跟大戶同樣的思維 今天我剛才來錄影的時候 我們同時在講 哇今天自營商買好多 同朋友為什麼自營商買很多 自營商到底跟誰掛鉤掛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自營商到底跟誰掛鉤是比較深的 自營商跟內支掛的比較深 你聽到為什麼 自營商跟內支這邊 掛的是比較深的 他們比較偏短線 但是跟內支這邊掛比較深 所以人家為什麼會大賣 那我就問你 今天三大法人是不是都在賣 除了自營商以外 外資也是大賣 頭信這邊也賣 到底是誰去掃的 來 主去掃的 你給我掃的我就沒辦法 所以還是一樣 接下來就是更無表現了 最恐怖的時候 應該就今天打下去 再來就差不多了 再來怎麼樣 再來你也不要指望說 什麼指數什麼大漲特漲 也不會啦 也不會啦 連線這邊能指紋就不錯了 但是多頭的股票 他根本不會管你這些東西 他就要走花自己的路 所以還是一樣 跟著大戶走財費一定有 我們最下面有理論版 如果說你有任何事物問題的話 一樣歡迎理論版跟我們做聯繫 然後有一個QR Code 就是如果說還不是 我們在生活圈的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加入我們在生活圈 在裡面我不定時的提供 操作上有用的資訊 什麼叫有用的資訊 就像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 你下了半時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夠不夠 夠不夠關鍵 夠不夠關鍵 應該有關鍵吧 早上我第一時間跟你說 我補掉雙紅啦 你看節目跟單的 然後是我跟著空一下的 早上我也跟你說我補啦 盤蟹很老補吧 我跟你講的時候也有盤蟹 很老補吧 你不是說老師我沒補 我現在盤上了 變沒錢 沒我的事情 你拜託一下 該講的我都講 就是Light會不定時的跟大家分享 操作上有用的資訊 當然就要加一個訂閱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分析的話 你可以點一個訂閱 把那個訂閱按下去 我們今天要錄完 會第一時間在你的手機 做通知通知你 好那我們今天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期限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